今天呢,分明给大家讲一个男一生跟女病人治病,治病之道床上的故事 名字叫做《密爱》 故事开始,舒芬是一个好看又能干的家庭妇女 毕业后,就嫁给了看似老实本分的学长 还生了个瓜桥董事的女儿 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十分幸福 本因为这样的美好生活能持续到老死 直到这天,看似美好的婚姻终究还是出现了裂痕 一个女人来到了舒芬家里 舒氏先前受到丈夫很多的照顾 想在出远门前和她道个别 于是舒芬就热情地招待了这位姑娘 没想到两杯酒下毒后,女人就开始发酒疯了 还趁舒芬离开的功夫,对丈夫上下其手 爸,赶紧的,三十秒来一发 发什么时间啊,我老婆在呢 没关系啊,要不我们一起来个三人行吗 舒芬看到这一幕傻眼了 你妈,这是小三啊 丈夫立马向她解释 老婆呀,她说她妹妹是党员 我是被诱惑参入了党啊 别扯犊子了,你都已经入了老娘的党了 还想入其他的党 去你个背叛革命的二五仔 说完,舒芬就怒气冲冲地转身回了房间 而这时候,小三也来了脾气 挣脱束缚,跟了进来 灰声灰色地跟舒芬描述了 他是怎么跟丈夫打扑克 怎么去为他堕胎 最后还理直气壮地说 要从小三的位置转正 太不要脸了,打死你个龟岁 于是小三恼羞成怒 便拿起箱子狠狠地砸向舒芬的头 就是这一重击,差点要了他的命 时间来到了六个月后 医生一家人为了躲避小三和周围邻居的议论 搬到了农村 自从那件事情以后 舒芬就患上了抑郁症和头痛 经常吃药 然而头再痛,也没有心痛的厉害 丈夫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努力做这任何事情 可是舒芬知道,他们夫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这就好比是吃饭的饭碗 一旦装过粪便 就算洗得再干净 用他吃饭的时候 你想到的也只会是他的肮脏 这天,舒芬在送完女儿上学后 就一个人开着车在村里瞎转悠 结果车开着开着就抛锚了 好在这是故事的男主铁柱上线 帮助他修好的车 还亲自送他回去 在路上,两人有一搭每一搭的了着 也算是认识了 舒芬对这位乐语助人的小哥印象很好 但是想到了自己嫁了个渣男老公 抑郁症又来了 在和铁柱作别后回到家里 摆出一副身无可怜的样子 向丈夫摊牌说 现在的生活好空虚 因为你的出轨还会有了阴影 与其这样跟你过 不如离婚呢 丈夫听完这番话后怒了 想到自己抛弃了城里的一切 来换取妻子的原谅 这还不够吗 他痛斥舒芬 是个男人都会犯错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每次跟你打扑克 我在上面累得半死 你在下面一动不动 我他们抱怨过吗 听完 舒芬懵了 卧槽 明明是你出轨了 这还是我错了 一日 舒芬发现头痛症越来越严重了 而药刚好用光了 便独自来到了诊所 他发现铁柱就是诊所里的医生 在经过铁柱女体18摸式的诊断后 似乎喊意犹未尽 喂 你摸够了没有 快给老娘开药 不然我喊非礼了 诶 多摸一下又不会死 真小气 舒芬在拿到处方药后 刚准备离开时 被挺住教主了 他说有个治疗头痛的好方法 要不我们来假扮情侣吧 一起吃饭逛街 做爱与自我的事 完了之后 谁先动真情说出我爱你 谁就输了 输了就游戏结束 分手 拜拜 舒芬听着来了兴趣 心想 农村人潦骚的套路好深啊 就问铁柱 你们一生经常玩这种游戏吗 铁柱回答 偶尔啊 因为你很漂亮 我就特别想跟你玩 听完舒芬心里痒痒的 但想想 毕竟身为人妻 还是要矜持一点 喂 美女 一定要来玩啊 两天后 村里来了台风 舒芬从睡眸中惊醒 发现屋子外下着大雨 他定睛一看 发现铁柱正在车里 对着他 嘚一嘚笑 我擦 谁怕谁 怕你我是小乌龟 呸 于是出门坐上了铁柱的车 问他每次玩这游戏 你都能赢吗 铁柱说 这游戏只有输家 没有赢家 舒芬继续问 是不是只有堕落的女人 才会去玩这样的游戏呢 铁柱回答说 从你上车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选择堕落了 说完这番话后 两个人如同干柴烈火般的 呼啃了起来 此时车的外面 雨下得更淡了 然后铁柱将舒芬 带到了屋子里 一丝不挂地在他面前 退去了所有衣物 而第一次出轨的舒芬 面对此景 显得十分羞涩和紧张 只能喘着粗气 任凭铁柱的手 在身上游走 完事后 舒芬显得非常满足 就问铁柱 和我打破的感觉 怎样 铁柱说 真不敢相信 你竟然吓我蛋 我差点整个人 都在你的黑暗森林里迷路了 舒芬笑了笑 不知可否 在聊天中 他得知了原来铁柱和老婆分居了 而且他老婆早就知道 他喜欢睡人妻的恶趣味 只是不揭发罢了 诶 等等 这该不会就是 家中红旗不倒外面 采集飘飘的色狼们 口中所说的血迹吧 这头顶的草原 都可以放羊了 两人说着说着 就又来了感觉 随之第二轮的脚合开始了 从那次以后 没想到舒芬的头痛症 竟然真的好了 还成天红光满面 像刚谈恋爱的小姑娘似的 每天呢 最令舒芬渴望的事 就莫过于能见到铁柱了 但是只能看 不能干的感觉 太难受了 惹得他心里直痒痒 回到家里 丈夫邀请舒芬和孩子 一起泡温泉 但是他回绝了 因为他只想 丈夫带着女儿出去 这样他就有机会 和铁柱优惠了 但见丈夫如此热情 也就免贤答应下来 在泡完温泉后 舒芬听着丈夫 喃喃自语地说着她的工作 嫌动无比的厌烦 便借口下车买饮料 却见到了 同在此处的铁柱 嗯 确认过眼神 你是我进门 想睡的人 回到家后 舒芬一想到铁柱那精湛的排气 身体就来了感觉 便趁丈夫看电视的功夫 可都跑了出来 来到铁柱家里 而铁柱看到她的到来 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奋感 而是一脸的错愕 担心被街坊邻居发现 俩人的奸情 就对舒芬说 我俩只是玩游戏 你不用这么拼吧 被人看到了 咱就死定定定的啦 舒芬一听这话 显然是热脸贴冷屁股上了 非常不高兴 气冲冲地回家了 转而向丈夫来了一发 一解骚气 隔天呢 铁柱就邀请舒芬 在小树林见面 舒芬虽然很开心 但还是要假装生气一下 她说已经爱上铁柱了 是自己输了 是不是意味着 连人就此结束呢 铁柱当然不干啦 毕竟才玩了几次 还没过瘾呢 就说 既然你认输了 那咱俩现在开始 玩真的呗 我操 这凉操套路 就连芬芬妹都禁不住 点个赞 她哪像是朴实的农村汉子 分明就是难攻关好吗 舒芬笑了 此时的她正需要一根大佛棍 来安抚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就顺势将铁柱 给反扑倒了 晚上 丈夫跟舒芬商量着未来的计划 可是她一句都听不进去 想着白天和铁柱才耍了一哈 哪能过瘾啊 变成女儿同学的母亲病了 要去照顾 又跑到铁柱家游会去了 而这次两人将战场转移到了桌子上 果真是 不是人情心不安 一天两发 更健康哟 几天后 舒芬又趁着亲戚的葬礼 偷跑出来和情人约会了 在看到马路对面的铁柱后 她就像刚刚学会约会的小姑娘 可是看到对方野素的表情 有些不知所措 两人来到了餐厅 舒芬一直找话题缓解气氛 可铁柱一直黑着脸 舒芬不高兴了 你是不是玩了几次 玩腻我了 既然这样 咱们吹了吧 也就是说 并不是这样 其实是她发现 自己也爱上了舒芬 但是爱与两个人都有家庭 她越来越矛盾 是否要结束这场游戏 舒芬一想 也是 本来发生这段感情 就是基于游戏的规则 那既然这样 两个人的关系 就到此结束了吧 可就在这时 路边开来了一辆大巴车 车上坐的 全都是村里有名的长蛇妇 他们看到两人同坐一辆车 就仿佛看到了 桌奸现场一般 眼神里充满了鄙夷 自从这天以后 舒芬为了避嫌 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可是嘛 人性终究抑制不过 荷尔蒙的冲动 这天 舒芬终于按耐不住 又跑去找了铁柱 俩人是几天不见 就如隔三秋 商量着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呀 便决定打完今天的分手炮后 从此就再也不见面了 说完两人 就开始了此以后的交合 完事后 没想到两人的丑事 终究还是让尾随的丈夫 给发现了 他很生气 当即就提出了离婚 而舒芬则是冷冷的说了句 这天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 晚上 已是无家可贵的舒芬 再次找到了铁柱 同时他引诱自己 玩了这场游戏 铁柱听完后 心中充满了愧疚 就决定带着舒芬 离开这个地方 重新生活 影片的最后 在两人本以为是 通往幸福的路上 没想到发生了车祸 所谓悲剧 就是将美好撕裂给你看 最终铁柱不在了 阴阳相隔的悲伤 提醒着舒芬 在那个短暂的夏天 有位令他难以忘怀的男人 而这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 也使他蜕变 不再依靠任何人 勇敢地生活下去 故事结束 看完一篇后 纷纷昧觉得吧 命运这东西 真是造化弄人呀 舒芬一开始是 小三的受害者 最后他却沦为了 别人的小三 虽然这样的做法不地道 但是嘛 片中的那种假扮情侣 打扑克的游戏 听起来还是很有建设性的 毕竟嘛 要向生活过得去 同上水没顶点绿呀 嘻嘻